Hello 大家好 我是Christopher 肯定有一次我问我的朋友 你知道全世界有多少个英语系国家吗 让我想想 英国 美国 加拿大 澳洲 纽西兰 哦 还有 新加坡 6个 错 没错啊 只有6个啊 给你一个暗示 我 哦 爱尔兰啊 多加一个7个咯 对 我觉得不止我朋友 在全世界很多人甚至官方媒体 都会忘记 其实爱兰也是个英语系国家 如果我不是在中学的时候 有这位人 到我学校分享爱兰的话 我想我也不会知道爱兰 居然也是个英语系国家 甚至我可以跟大家打个小赌 你过去许别人间 他号称是在帮忙 英语系国家的留学咨询的公司 在门口写着 English Study Education Agency 然后你跑进去咨询 然后里面的agent 就会跟你说 美国 英国 澳洲 纽西兰 新加坡 就是没有跟你说爱兰 有一些竟然还离谱到 他有他设计了一个世界地图 来帮助他介绍 世界上的英语系国家 在欧洲这一方面 他标签了英国 他居然没有标签爱兰 他居然有标签英国 居然爱兰就在英国的旁边 他居然是没有标签爱兰 You what? What the hell? 诶 是怎样 你们是看不起爱兰是不是? 就说是爱兰一直以来都是爽语字 他官方语言也是英语咯 你们设计这个世界地图的时候 会查资料 英国都有标你爱兰你不标 不过其实他们的国语是马来语哦 不是英语哦 你都可以标它是英语系国家 爱兰你居然没有标 你那个世界地图了 出来 我们去看到他没有标 爱兰是英语系国家 叫出来 因为他的情绪真是很不稳定 所以换我来主持这个影片 这些世界除了美国 英国 加拿大 澳洲 纽西兰 新加坡 还有一个很少人知道的英语系国家 就是爱兰 在马来西亚 或者我觉得说很多亚洲国家 我并不知道爱兰这个英语系国家的存在 对啊 因为爱兰它在世界上它的存在感 其实会比较低一点 因为前面有个大阁英国在罩着 今天我就要跟大家分享 我从这七个英语系国家中 选择来爱兰留学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 当然就是好奇 像英国一直以来都有很多人去 美国大学我除了对哈佛跟斯坦福大学有兴趣 其他的我还真是不怎么有兴趣 澳洲的话 根本就是很多马来西亚人去 新加坡的话 就根本就跟马来西亚没有差 所以说就只有爱兰 让我比较好奇 最后选择爱兰的原因 就是因为来爱兰我可以游欧洲 爱兰除了一些小地方 例如我现在住的这个地方 柯顿单独 华人亚洲人比较多之外 基本上爱兰其他地方 亚洲人都是挺少的 我学长留学 Goway 爱兰西部那里 就真的是非常少 亚洲人 我想大家如果是想要去英语系国家留学的话 应该都是希望说可以认识不同文化的人吧 就真的不建议大家来到柯顿这个地方 噓 不要讲是我说的啊 这个地方我觉得应该是全爱兰 马来西亚人 中国人最多的一个小地方 如果大家来到爱兰 不想还是一直跟亚洲人混在一起的话 真的不建议大家来到柯顿这个地方 因为实在是太多亚洲人了 如果你去咨询留学英语系国家 实在是想要看世界 又想学英文 就想你应该又划过新加坡不看吧 因为新加坡跟马来西亚真的很近 也除了花费学校不一样之外 其他根本就是跟马来西亚一样 我在咨询留学英语系国家的时候 加坡我根本就是不看 过去其实距离亚洲最远的英语系国家 就是加拿大美国 过美国真的挺难去的 签证什么的都很麻烦 重点是我还真是有点怕 当我跟室友或者朋友吵架的时候 一言不合会被干掉 澳洲和纽西亚跟英国比的话 英国会比较远一点 我是本身认为爱兰这个国家 在世界上的存在感 包括不像美国、英国 或其他欧洲国家 像德国、法国 有时会发生一些大的事情 会有思维游行的这些活动 erkt 爱兰根本就是一个完全不会惹事的国家 很多国际上的大事情 什么恐怖袭击都不会在这里发生 那些恐怖组织会去英国搞事情 也不会来爱兰搞事情的 我想大家应该懂吧 因为真正是存在感太低了 英国的存在感比较高 所以别人是不会来这边搞事情的 讲完这样多会话 我就会拍完这个影片 听得懂中文的爱兰人 应该会把我杀掉 好 今天影片就到这里啦 大家一定要记得 在这个世界上 除了美国 英国 加拿大 澳洲 纽西安 新加坡 还有爱兰 是个英语系国家 是一个存在感不高的国家 好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影片的话 我是Christopher 我是一个在爱兰留学的马来西亚人 今年是我在爱兰留学生活的第一年 我将会常住爱兰4年到5年时间 甚至更久 如果你原本是在查学英语系国家留学 或者欧洲留学 或者英国留学 或者你是专门查爱兰留学 跑来我的影片 跑来我的频道的话 你来一堆地方啦 恭喜你来到我的频道 因为我的频道的影片 都是关于爱兰留学 爱兰旅游跟爱兰生活 那至于发片时间 如果我本身我能办得到的话 我将会每天 按下时间 晚上9点 也就等于爱兰时间是下午2点 发布新的影片 不过我答应大家 一个星期的影片数量 将会至少4部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的话 下面那个红色的按钮 按下去 如果你不想错过任何最新的影片的话 请记得打开那个小铃铛 那你就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 好 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咯 Straw that one ya 咯 咯